生活中遇见是你无法理解的隔半爱吗? 网友,那是看不到底的爱。 一,我妈,我姐,我爸,我姐夫还有两个小女女都是。 我现在怀孕中,然后我姐就一致以后,孩子不带来的不用回娘家了。 其他人都在旁边默默点头,我觉得我一个亲身的,还不如一个颜面都没见过的外星孩子。 我姐还说等孩子快生了,她给我准备东西,我就一边带着去,把两个侄女放下了。 她也有空的时候,把孩子带来,我就可以回去了,等下放完了来接就好了。 二,我也想我外公了,老妈是外公的老赖女,小时候外公都已经很老了, 但是每次家里有什么吃的她,就会被这东西走一个多小时给我们送来。 而且不提前打电话通知,有一次我们不在家,外公就在门口等了五六个小时,外公还偷偷给我钱。 让我不要告诉表哥表姐们,前几天外公去世了,迟到矮晚期,从检查出来到去世。 她坚持了五个月,就为了多看看她的后代,去世的时候,已经瘦得只剩皮包骨。 遭了好多岁,哎,三,我家儿子和爷爷奶奶就好得不得了,从小就是宠扎,那真是百依百顺,尤其和爷爷更是亲近之心。 感情深厚,虽然,爷爷奶奶奶,的确是多年,可我儿子除了特定日子外, 只要路过八宝山革命公墓,还是要进去看看挂在墙上的爷爷奶奶。 每次提到爷爷奶奶,从儿子眼神里也看得出来,他心里一直很怀念他们,他们爷孙的这份情谊,一直让我非常感动。 对于我儿子是感受爱,懂得爱,珍惜爱的过程,是心里最深的情感,而我依然还是那句话,任公公和婆在坚堂安好。 四,我老爸就是典型的龙村小老头,辛苦一辈子了,对自己什么都不舍得。 一分钱派成两番花,两个外孙子,要什么就是买,我外孙回去告诉他,老爷不想学书,妈妈不给钱,老爷子律马掏钱,看电视,那个小帅机器人,好几千一个。 老爷子问这哪有卖的,给我孩子一人买一个,我,我妈告诉我,她和爸爸年轻的时候工作吗? 哭不上自己的孩子,觉得内疚,所以都退了休,有时间了,就加倍的疼爱,我们的孩子,我和姐姐超级幸运有这么好的父母,我俩的闺女都是老爷老娘打小带起来的,这样的都特别好,谢谢老爸老妈。 六,老人哭孩子是没底线的,我记得我小时候过端午,跟爸妈去姥姥家,那时候,我也就四五岁吧。 小舅舅的我,把我斗急了,骂了小舅舅一句脏话,我老爸上来一个大嘴巴,似乎我脸上了,我姥姥急了,抄起炕上的鸡毛打字,给我爸后备就来一下。 然后,午饭没吃,林我在外面溜了一下午,后来我爸跟我说,那天午饭被老爷教室了整整两个多小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换问TQ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